99%數碼表 那你可以在這後面在AND 一個X 對不對AND 那再來你可以再加一個ROW ROW的話你就是直接 但你可以自己打啦 或者是從 如果第二次再使用函數的話我講過 你可以從這個小箭頭點下去 一樣找到那個參照裡面的那個ROW 那你就直接 按確定之後 那一樣參照到原來的啦 按確定 你會發現1乘1出現了 那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我這邊一樣 串接一個等於 串接AND 在AND什麼呢 就是把這兩個真的把它乘起來 那乘起來當然突然的方式 是直接把前面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貼到後面 然後把這個X 改成一個X就好了 這樣的話他就會把這個Column 乘上這個ROW的結果 丟回來 我們試一下按打勾 好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我的公式就完成了 那Column跟ROW的好處就是說 他不需要去做鎖定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剛剛不知道什麼 還要去找哪一列 哪一籃 那把它鎖起來 這樣才對 而Column跟ROW 因為它是什麼 你的儲存格在哪裡 他就會去抓 那一個儲存格的籃跟列 然後把它拼湊起來 那如果這個時候往右提 向右的話 有沒有 向下 到九 放開 有沒有 就出來了 對不對 這個方法的話 也是一種取得你現在 儲存格的位置的一個好方法 這個變化其實可以做出蠻多的 試算表裡面 只要你有個相對應的關係 就可以去取得其他籃 其他籃或列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主要最後做出來 這個答案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Column 有沒有 這個取它的籃 乘上它的列 最後的話 在等號就是兩個相乘 那如果一個變化題 如果說 我現在 不要讓它長得這樣子 請你幫我改成什麼 長得像前面這個樣子 但是前面這一題 我是用公式 那請你怎麼樣呢 因為如果我用Color跟Row 那它上面就沒有那個 1到91 左邊也沒有 那我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沒有 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這個公式 我把它delete掉 我用什麼 用剛剛的方法 欸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那在哪邊呢 其實你會發現 因為我剛剛這個 Column的刮壺裡面 我沒有給它 任何的那個儲存格 那它就會去抓 你現在 有沒有 比如我現在在A1 那它就會去抓 你現在所在的位置 那個儲存格 但是你如果說你今天 你不是要抓 你現在這個儲存 你要去抓 別的儲存格的位置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就給它一個儲存格 它也會 返還給你的 那個儲存格的值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Current跟Row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尤其是你要參照 大型試算表裡面的 相關位置裡面的一些 其他儲存格的資料的話 這個就非常好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從剛剛的鎖定技巧 再到那個 藍跟列的一個參照 藍跟列的參照 利用藍跟列的參照 其實可以變出 蠻多的花樣的 這個好處就是說 以後你就不需要說 還要浪費很多時間 在處理一些 重複性的事情上面 另外這個也是 不需要寫程式的 解決方案